《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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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主日平安 各位 我们都晓得我们基督徒总必进入神的国 但是在我们走向这个国度的事情上 有很多基督徒带着不同的观念 当我们讲到进入神的国的时候 有一些基督徒就觉得说这是一大享受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说神的国就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的喜乐 所以他们的基督徒信仰生涯 他们就寻求开心 他们拒绝一切要受苦或者有艰难的一些经历 他们常认为说神的国就是带给我们享受 给我们安康成功顺利的 也有一些人在讲到进入神的国 走向神的国的事情的时候 发现他们自己非常的体贴自己的心 特别在服侍主的教会 服侍神的国度上的事情 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 常常是认为想做自己要做的事 自己想做的自己喜爱做的 在服侍神的国度上就盼望做一点点就能得到很多美好的结果 那么如果要求他们做一点点超出他们时间精力的范围 或是当他们服侍主的国度 或是当他们服侍主的国度遇到很多的苦楚 难处 有伤害的时候他们就不干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看见我们就带着自己的服侍水准 我们定出了自己要达成的服侍结果 如果与我们自己所向往的不相同的时候 我们在走向神的国的时候就灰心一冷 我们就慢慢在服侍上有很多的停顿 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服侍 这样的走向神的国带有很多自己人的意识 我们都知道体贴自己是我们人的一种本性 但是我们既然已经蒙着 我们已经蒙主拯救 圣经说我们应该要问主怎么说 那师徒保罗说 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大家注意艰难这个字 那艰难是我们进入神的国的必经之路 试探 试炼 吃力不讨好的服侍 复杂的人际关系 那突如其来的逼迫 又是假弟兄的阴谋 熟肉基督徒不理解的 甚至逼迫我们 这都是一个真正走向天国 要服侍天国的基督徒 他会遇见的实况来的 那各位 这个告诉我们说 一个真属于神的国的人 他一定有仇敌 那他在服侍主的道路中 一定有需要担当的难处 那么很多人就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就会说要经过艰难这样的事 这样的话应该是属于牧师传道 宣教师他们应该要遇见的事情 我们到教会主日生活很开心的这样 团契开心 这样很少讲到有艰难有受苦的事情 但是圣经很清楚跟我们说 凡立志要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人 他们一定会受逼迫 他们一定会多多少少 在信仰的生活当中 在服侍主的事情上 或是要坚守自己的信仰 那他们一定会遇到有所艰难 有所的压力 这是疑虑的 给所有基督徒的 除非我们当中有那种所谓基督徒 他们认为说我们信主来教会 就是过主日宗教生活 我们只有来这个地方 不是我要为神做什么 是我信耶稣是叫耶稣来为我做什么 那如果有这样的基督徒 所谓基督徒我可以说 他会不会终究走到天国 那是一个问号 所以我现在不是讲那个东西 我现在讲的是一个真的基督徒 他要敬虔度日 他是会愿意要效法主的 他是要在这个世界 敌对神的这个世界里面 要持守他的信仰 所以疑虑的 他是会有要担当的重担 还要经历的艰难 那因为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 这是他的冠冕 这是他的荣耀 阿们 那另外呢我们再问 还有谁是必须经过艰难 在进入神的国的事情上 不但有很多的难处 甚至我可以说 比一般的基督徒加倍的艰难 就是像使徒们一样 他们得到呼召 专一的投入 传道牧羊 建立教会的传道人 那在这点上我要强调 那真正服侍神的国 做传道工作的人 绝不是为自己私人的利益 做传道工作的 那今天教会界里面 有很多所谓 自称为传道人的 那首先我们会看到 有些这样的人 他们不属于任何教会 他们今天到 喜欢到这个教会就服侍 明天喜欢去那个教会讲道 他们不属于一个教会之下 他们不愿意受到任何的教会的支配或者差派 然后我们也看到今天有很多的传道人 他们不遵照神的话教导人 他们偏重自己的经历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讲什么就会有多人来 所以慢慢他们就发明自己的道理 来得人的喜悦 那圣经说 这样的人他们不是服侍神 他们是服侍自己的度负 他们专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专顾地上的事 但是我们属神的国的人 圣经怎么说 我们是等候主在灵的 所以你等候主在灵的人 是期待他来奖赏你 所以你今天你仰望的是他的国的事 你传的是天国的福音 你也愿意在这个地上为将来要来的国 那今天愿意受有一些的艰难的事 那所以因为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他们看见天国的价值 各位当我们看到使徒保罗 他为这神国所遭遇的一切患难的时候呢 各位每一次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现在在生活当中 服侍主当中受的难处呢 这是不以为然 这是一点点的事情而已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牧师每一次我跟同工们说 也跟服侍的弟兄姐妹们说 我们做主的事情的时候呢 你要把这个当做这是全世界最荣耀的事 不要超超了事 你如果管你家里的事 你搞你工作的事 你不会这样做的 那为什么你在主的事情上你超超了事 随随便便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第一我们要检讨的事 另外我再讲说 有时候我们在服侍神的国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不要掉入我们心怀不平 我们自己做的多 不要就觉得别人做的少 或者别人失责 因为你要知道神呼召你 这个本身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在所有全世界的人 有一些人被拣选 有一些人不被拣选 那在被拣选的人当中 你要知道 神按着他的喜悦 有一些人得的恩赐是比另外一些人多 有一些人在各方面 比较能够有看见 有智慧 能够有行善的很多方面 有一些恩赐才能 各位这是神所分的 有一些人有五千两 有一些人有两千两 所以在五千两得着的人呢 他们会发现自己有时候会付出的多 但是那也是他们的荣耀 那也是神分给他们 在恩典中他们领受心被恩赶的服侍主 所以有很多很多 当我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 要经过很多的艰难 有时我们心里面有些纠结的问题 有时我们外在跟人际关系的问题 有时甚至有逼迫我们的事情就发生 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涯里面应该要预备性的 这艰难是服侍神进入神的国的一个必经之路 另外我也说 有时候我们在服侍当中 很多人来服侍的时候 那种的心态是我们带着一个好意来服侍 但是服侍当儿因为人的软弱 然后教会有很多的软弱 每一个人都不够 这个当中服侍有摩擦 有伤害 这样的时候有些人就放弃服侍 有时候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明白 我们在服侍当儿 也有我们有摩擦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在整个大局里面 我们看的时候 我服侍的时候 我这个岗位好像不适合 可能牧师或者领袖们 把我放在另外一个岗位来服侍 这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不要在这个当中埋怨 我们总是以爱神的国的心 以大局为重 我们顺服 我们受的艰难 没有比我们要进入的国度的荣耀更大的 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些事上 给魔鬼留地步 如果我们不能承受神的国里面 我们要进入神的国的 这个当儿会遇到的压力 误解 伤害 背叛等等 那我可以跟你们说 我们还没有真的爱主 我们还不明白神的国的价值在哪里 可能我们还在说 我做一点点东西要得到人的赏识 人的认同 或者得着有一点自己的利益 各位这是隐藏在我们人心里面的东西来的 所以我们常在教会里面 我爱神的国 我爱教会 我爱 你真的爱 爱是有代价的 爱是愿意在那个艰难当中 你顺服的 因为这是看起来好像人来的 但是这是足用来炼进我的事情 所以各位 如果我们的施工真的是打破仇敌的城门 真的是能够威胁到仇敌的本营 那各样的攻击 各样的艰难会来 对使徒保罗说 我们面对的是四面为敌 很多时候不但外面的难处 我们心里也作难 但是各位绝对记得 我们跟从主的人 一定在凡事上会看见神打救我们 主一定会给我们最后的胜利 但是在这个当中 主炼进我们 在炼进我们 在我们这样的为神的国度 经过艰难的时候 我们才会看见 这个国度原来是这么有价值的 这是要变卖一切来走向的那个方向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服事不是一做有难处就放弃的 我们的服事是忍耐到底的服事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改观是需要的 我们很多以为我们的热心 我们的用心是来自我自己爱主 但是其实也掺杂很多人本的心态 真服事主的人是在艰难当中忍耐到底 这样的人是看见神荣耀的国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保罗和巴拿巴在他们的第一次宣教工作 也受到极其的逼迫当中 那圣灵怎么借着保罗 带预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也尤其是在他们服事神的国度 他们走向神的国的事情上 有很多仇敌的工作 那他们怎么面对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好吗 第十四章《使徒行传》第十九节 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亚和以歌连来 调说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 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 这是何等恐怖的事情 那犹太人执行犹太实行法 那个时候甚至调说所有的人 这些人是异端 这些人是神的仇敌 不要信他们 大家一怒之下一起就拿石头打保罗 所以有些人说保罗那个时候真的被打死了 所以去了三成天 但是各位 我们单单读这一处的时候 我们多思想有一些东西 我们先明白 在这个经文的背景是什么 如果各位有去读《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的时候 这是第一次的宣教旅行 十三章 保罗在安提亚这个地 被拆派 对不对 拆派 保罗巴拿巴 他们被拆派做宣教的工作 把福音带到外邦人当中 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 在十三章 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传道的时候 当时候福音传遍那个地带 然后犹太人就起来 挑唆那尽全尊贵的妇人 和城内有名望的人 就开始逼迫保罗和巴拿巴 将他们赶出境外 保罗巴拿巴怎样 就走 对不对 这里不欢迎我们 然后 后来到了一个年那个地方去的时候 更多的人蒙恩 他在会堂里面穿风 很多的人蒙恩 犹太人又起来就抵挡 这些犹太人就怂动 不但自己的同族 也外邦人 官长 全部起来 甚至又凌辱使徒们 要用石头打他们 那个时候使徒们的做法是 我们先走 就逃走 逃离那个地方 到周围有两个城市 还有露斯德 一个是特别 那个地方 继续去传道 我们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想而知 这些很热心的犹太人 他们是带着怎样的心态 来逼迫保罗 现在讲到这一处的时候 他们从安提亚 一个年 那个地方 走到露斯德那个地方 再次要逼迫保罗 各位 你们知道从安提亚走到露斯德 多少里吗 这一百六十公里 他们多么热心 当时候没有车子 他们就是不行 我叫你们走五公里都不愿意了 对不对 你会走一百六十公里去逼迫一个人 所以你们可知他们那个凶杀的意念 他们一定要敌对他到底 好像他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这样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传福音的事情上 你要知道有一些人真的是一个福音的抵挡者 他们如同被拣选 成为一个被毁灭的器皿一般 专门用于最邪恶的事 就是抵挡真理 他们自己不能蒙恩 也不叫旁边的人蒙恩 他们是带着何等的热心 来抵挡那个对的福音 因此当一个人 我可以跟你说 他的思想 他的价值理念 他的道德理念 如果是完全跟圣经相反的 他是马上会成为魔鬼最合用的器皿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里头的那个热心 跟他认为那个是对的 他会为着那个事情全力以赴 所以他在抵挡福音的事情上 飘洋过海都会愿意 然后去抵挡福音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不是只有当时候才有的事情 今天有这样的人 今天到处有这样的人 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说 这样的人 这样热心奋性要抵挡真理的人 他们是占少数的 他们是占少数的 但是因为他们的热心 他们会耸动许多的人 因为他们的道德败坏 他们会用到他们全部的智能 才干 学问 热心 意志 带来极大的破坏力 叫很多的人甚至 参与他们的罪 各位你们了解吗 所以我要跟各位说 我们的信仰是有仇敌的 我们的信仰 一个你真是要为福音而活的人 你这一生你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人 如果你是去上班 你是不是基督徒 人家都不知道的 你不会遇到仇人 你不会遇到这样的人 大家都很尊敬你 你也尊敬他 但是你一要带出你的信仰的时候 你真要坚持你基督徒的一些原则 你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人 这是绝对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的宣教旅程 不是单单跟我们讲两千年前 福音是怎么从耶路撒冷传开的事情 你一定要知道今天圣经跟我们讲什么 这是一点 有这样的人 逼迫天国福音的人 然后另外 各位 现在我们看到这一处的时候 有一群人就是起来 对不对 耸动众人 这个众人是谁 他调缩众人 用石头来打保罗 各位在路斯德 如果你们有去看在这一处的前文 当保罗安提亚一个念 然后逃到路斯德的时候 在路斯德他就讲道 那个地方没有会堂 但是就是一个这样大庭广众讲道的时候 有一个瘸腿在那个地方 那保罗就奉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走路 上帝就借着使徒行了 这伟大的神迹 他真的起来 他生来都没有走 生来就是瘸腿的 所以这个神迹是绝对超自然的神迹 当他一做了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 下面全成的众人起来要拜保罗和巴拿巴 巴拿巴是兽 然后把他们当作什么希腊神 保罗是一个演讲者 他是某某神 然后就要向他们献祭 多么崇拜他们 对不对 崇拜他们 然后保罗跟巴拿巴就撕裂一幅 然后求他们 你们不要这样做 我们只是凡人 我们是神差来 把这福音告诉你们的 所以当他们有这样做的时候 很乱七八糟 对不对 我们还是要拜你们 你们就是神 对不对 要向他们献祭的时候 这个犹太人就从这个 安提亚一个年那个地方就过来了 不要相信这些人 这些人骗子 这些人异端 对不对 然后忽然间他们改变主意了 就拿起石头打他们 各位可笑不可笑 刚刚把他们当作神 现在把他们当作敌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 会遇到的另外一种人是怎样 会遇到另外一种就是这样的众人 这样的众人呢 他们是一下子喜欢一个人 然后另外一下子呢 他们又变成恨物一样的人 换句话说 他们根本没有判断的基准 说白了 他们从来没有听明白福音的内容 其实呢 像刚才这样热心来逼迫福音的人 一般是占少数 但是像这样的众人是占多数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要了解 这个世界多数的人就像众人 众人 你们明白吗 但是呢 有少数的人 就是在抵挡福音的事情上 非常的奋勇 他们总动员自己的一切的智力 财力 精力 人力 来抵挡福音的时候 众人就听了 是这样 就听了 所以道听途说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人就是这样 听到什么论点就受什么论点影响 这样的人是典型的愚昧人 那有一些人 我不要被人说是愚昧人 你说这个我也不信 他说那个也不信 谁都不信 对不对 政府讲这个不信 人讲这个不信 亲友讲这个不信 牧师讲这个不信 什么都不信 对不对 那他要信什么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明白 神给我们的是真与假 没有无 你们听得懂吗 在这个世上 一切的事 这个宇宙里面 凡事 只有真和假 对和错 没有空 没有无 你们明白吗 所以 有关神 有关人 有关人的罪 有关天使 有关地上的关系 有关婚姻一男一女 有关一切 我们在任何的情况 会遇到的人情事故 各种的事情 只有真和假 对和错 你们了解我在讲了吗 所以你们不能说 我不偏这个我也不信 每一个情况 都有神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你不能成为一个没有根基的人 今天听这个我就想 听那个我就想 你听完之后 你一定要定准 到底神存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是什么 你们说 我很乱 我不要想 我祷告就好 各位 各位 你这样的话 你读圣经来干什么 我跟你们说 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不会想 我们已经面对一个不会想的时代 不懂得想 只有祷告 宣告 不会乱嘛 这样对不对 但是你在教导孩子 你要不要想 你在遇到苦难的时候 你要不要想 你在服侍主 要服侍众人的时候 你要不要想 你要想的 我们祷告就好 我并不是说不要祷告 但是你的祷告 如果没有带来 你怎么判断 怎么决定的话 你祷告是空的 你把上帝讲成很笨的 就是这样 祷告 然后他忽然间 早上我起来 昨天心情很差 因为在教会里面很多事 工作很多事 跟孩子很多事 这些心情很差 祷告 然后今天起来 心情好 你这样吗 你觉得你的信仰是这样吗 绝对不是的 你祷告之后 神给你智慧 神开启你的眼光 神教你多设想 绝面的设想 然后明白有一些东西 然后你才能做正确的决定 正确的选择 各位 这个叫基督徒信仰 这种基督徒信仰 现在已经在教会里面 就是我们都开着音乐 关上灯 然后弄到自己很萌 然后问题解决了 Hallelujah 哪里有这回事 这样你们根本不需要读圣经 我跟你们说 这个时代会想的人 他是控制世界的 不会想的人 没有什么逻辑 人家讲什么就信什么 然后感觉好就是好 这样的人是被控制的 你们了解吗 现在圣经是叫我们成为智慧人 不是愚昧人 叫我们被圣灵充满 知道什么是对 就心里火热去行 并不是喝酒整天醉的那个光景 所以从这些东西我们都会知道了 我们很多时候走错的不明白的地方是什么 弟兄姐妹 不要成为像这样的众人 他们刚刚要击败保罗 跟巴拿巴 现在拿石头打他们 在这里我们也顺便可以讲一句话 就是说 所以所有的事工 若是把人如果带向人的一定会失败 你们明白吗 当然保罗这个时候是把人带向神 但是这些人真的是蒙了 糊涂的不得了 对不对 看不到神 只有看到人 人心的神迹 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说 也有一些服事 有一些事工是专门把人带向自己 不是带向神的 所以我跟各位说 当你们每次听到的时候 你们不要只有看这个墓 这个墓是会老的 会死的 有一天没有的 但是神会兴起新的人来带领 神会兴起更有恩高的人带领你们 但是你们要听了道之后 你们的心要转向主 转向主 转向主的人 他们的心很稳定 思想很清晰 知道对就去行 对不对 这是转向神的信仰 转向人 因为人是会变的 你们无论怎样信我 我也会变的 我会软弱的 我会老的 我两个礼拜前 受到不能讲道了 如果你刻下去就完蛋了 这样 我是肉体 所以你们不能把转住 放在人的身上 每一篇的讲道 只要你们的心被扎 然后你们心里转向神 知道自己在哪里 有不对的地方觉悟 然后回复过来 来到神面前 愿意要顺服祂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徒信仰 只有你转向那个不变的上帝 你的整个的生命 就会有稳健 只有定见 不会像那个被风吹动翻腾摇动 这个东西 那么现在各位 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被逼 使徒保罗被石头打 打死 刚才我说什么 如果你们刚刚读了 《格林多后书》十二章那个地方 你们就会知道 当然 解禁家都是说在这个时候他们被打死 因为犹太人用石头打人的执行法 是必定打到stone to death 对不对 所以不懂保罗真的有没有死了 肯定是鲜血淋淋倒在地上 然后看他动弹不得 可能他们看这个人没有呼吸了 可能甚至这样了 对不对 他们才停手 然后把他拉到城外 拖到城外去 丢在那边 所以那个的情景是这样的 但是很快的我们看到 保罗门徒一来的时候 他又起来了 是不是主叫他复活了 可能当下就是去了乐园三成天 在《格林多后书》的时候 他在那个地方听到 上帝的奥秘 对不对 就是这个神的仆人 他还有要完成的工作 他有未完成的使命 还有第二次第三次宣教旅行 对不对 所以很重要的是 所以上帝在那个时候给他一些启示 他没有办法用人的口讲出来 他也不能讲 但是他知道 那是超自然的一个经历 你不要想要那个超自然经历 你要像保罗这样被打 所以我们不要常常想这个 但是圣经里面在使徒时代 是有这样的事情 因为你要知道新约几乎一半 甚至多过一半的书是保罗写的 所以这个人 他是上帝极大的合用的器皿 如果他这个人有一点差错 我们后面的人读的时候 我们不太会信 这个人有问题 这样 所以即便他是人 上帝给他很草然的这样的经历 然后很独特的那个生命 真的是各样的看见 属灵的奥秘都给他的这个东西 我们不要说这个时代我们要求这个求那个 你求来干什么 求来自己骄傲而已 对不对 求了又不要受逼迫 一点点难处又要受人的称赞 然后要求很多恩赐来做什么 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心里面懂 那个时候神这样做 但是神打救他 神打救他 门徒围绕着他的时候 他就起来 这件事情 其实你们要知道 他一起来又回去城里 城里有谁 有一个人叫做提摩泰 如果你们去看十六章的时候 提摩泰就是他的属灵的儿子 在这样的患难中 所以你还记得保罗写他 最后一本书的时候 提摩泰 你记得吗 我在安提亚一个年 路士德所受的是何等的逼迫 你是亲眼目睹的 现在我要走了 但是我写这个信告诉你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 要进前度日的必定受逼迫 写完那本书保罗就走了 对不对 很可贵 我们使徒们所经历的那个苦难 绝对不是突然的 有时候 我们在那个苦难中 我们说那个理由在哪里 神 我不了解 我就很难接受 所以圣经就告诉你说 原来每一个苦难是有理由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保罗留下的那个见证 留下的那个 他写的那个圣经 神的启示 还有见证给后人 我跟各位说 你要留下什么东西给你的门徒 你们有没有问过 你们有时候以为说 我们在教会服侍这个关系 我们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我跟各位说 你跟彼此可惜 好东西给你 给我这个东西 好东西没有了 就板目成仇 你留下的是 你为主的缘故 受难 受苦 经历那个患难 你怎么看到神的帮助 你留下这个见证 给弟兄姐妹 他们看到了 你走了 他们会记得的 他们会记得主 他们会记得主的心事 因为人是会走 神不会走 你们明白吗 所以我要跟你们说 真正在福音里面的关系 是这个东西 现在我们人的关系都是讲 客气 不要给人情感受伤 连一个真实的诚实话都不敢讲 有时候 一个人 用一个人用爱心说诚实话不敢讲 但小小的东西 真到你死我活 我跟各位说 诚实话讲 有难处有摩擦经过 这个当儿 我们怎么靠主 我们才会真正的看见主在我们当中 这是我们在读保罗的书信 跟他的生涯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他是怎么服侍主的 跟今天很多做主的事工的人是两回事 今天如果我们只有寻求的感觉要好 人要讲对我 我跟你们说 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不是故意去得罪人 但是只要有人在的地方 就会有摩擦 就会有难处 各位说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现在使徒保罗 他继续怎么讲 第二十节 二十节我们看 所以拖到城外了 第二十节 二十节 都会进去 为什么 因为一定有要得着的人 还有为传的福音 要进去 但是很快的 他还有一个地方特比 所以第二天就从巴拿巴往特比去 那个地区就完成了主的工作 各城各乡 然后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 这里怎么说 使好些人做门徒 各位注意听 保罗的施工里面 好些人做门徒 不是做礼拜堂徒 然后得着了特比 又回去哪里 又回去路斯德 就是他被石头打的那个地方 一个念又回去 这被犹太人逼迫的地方 再回去安提亚 有没有发现 所以你看到他的路 他怎么走来 怎么回去那个地方 所以有根有基的石工 有根基的石工 你福音的种子撒 之后你要回去做什么 然后我们一起看 他回去做什么 第二十二节 兼顾门徒的心 劝他们什么 横守所信的道 哈利路亚 这句话是太重要了 横守所信的道 又说一起读 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这是今天的主题 有没有 然后在二十三节 二人在各教会中 旋律了长老 有进食祷告 就把他们交托 所信的主 感谢主 我们先读到这边 现在各位 主题是什么 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各位这句话你们明白吗 现在讲的我们进入神的国 不是你现在的国 现在这个讲的是将来 我们要进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将来一定会进入那个国 对不对 我们进入这个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从这句话我们先明白 施工的复兴 与当经历的艰难 是并行的 这两者很重要 所以两个人 你看他们进去 他们经过这么多苦难 又去到特比 在那个地方 是好些人做门徒 其实在我们看见 在这里看见一个事实 施工的复兴 对不对 人越来越多 信的人 门徒起来 跟艰难的复兴是并行的 有多人性 就一定有仇敌的逼迫 有多人性 也会有施工的 繁重与人士的复杂 我们不能要求两者间的坐享其成 有些人说 我要教会很多人 很多门徒 让你很舒服 系统全部走到完 没有 好好啊 你做这个 你做那个 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跟各位说 但是你无论怎样好的规模 问题还是有的 因为这是有仇敌的地方 这是第二 有人的软弱的地方 我带领教会这么久 我跟你们说 教会是有规模 但是我自己本身是不相信规模的 我相信圣灵的工作 我相信教会的领导 我相信神的道的传讲 我相信有权柄 有神的道的权柄的人的待命 然后我相信整个教会要预备心 经过艰难 摩擦难处 这个当中 才能看见整个福音是这样的复兴 这个福音的那个见证才会生出来 教会做得像公司一样这样好 就完蛋了 很多人为的东西 很多就夸耀的都是人的技术 人的才干 人的规模 这些东西 但是我并不是说 教会什么规模都没有 这个也不对 因为上帝造万有各重其类 整个的宇宙里面有orderliness 对不对 有规模的 不是乱来的 教会一定有一些规模 但是整个的运作里面 这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真的要理解这个东西 有时候讲到规模的东西 讲到人那边去了 然后想靠圣灵 因为圣灵他没有什么规模都没有 也是乱来 对不对 那你的圣灵不是圣经的圣灵 对不对 所以我一定跟各位说 在教会的事工中 人数多 需求多 不但当地 国外有 各方面有 全世界有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有抽屉的工作 这也是神许可的 然后这个当中磨炼每一个人 炼进每一个人 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做的真的是主要我们做的 把福音传到地级的工作 真的要得到的不是礼拜堂徒 乃是诸的门徒 我们一定会预备 有各种的艰难的事 有各种的付出的事 大家绝对不能松散 绝对不能懒散 也绝对不能 因为有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 以前都没有这样 然后现在有 然后就受伤 然后这样啊 不要做了啦 这个是幼稚 这个你连做地上的国都做不到 不要讲服侍天上的国的事情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愿主帮助我们 我们服侍主的时候 你们很少听到牧师埋怨 其实很多时候我也是软弱 我要埋怨 大家跟你讲 守住 嘴巴关起来 然后忍耐 可以自己经过那个难处 然后你就知道 原来我所经历的 跟保罗所经历的 这是不能相比的东西 使徒给我们一个榜样 教我们效法他 如同他效法基督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作战精神的时候 我就懂 我每一次读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就 连那个软弱的性情我就放弃 然后就 心里面说不用受到人的理解 不用受到这个人的认同 我们只有仰望着主 做完主的时候 主自己会证明 你自己本身有动机 有自己私心 有自己糊涂 有自己的愚昧 有自己隐藏 那你不要对付 你不要 就是一直隐藏主 你在做主的时候 你一定受攻击的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我多年信主 服侍主当中 我遇到的事情 我看到的事 我自己身上的经历 我也看到别人身上的经历 但是能够成为一个智慧人 经历这一切 读了圣经之后自己警觉 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有智慧 那就对了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再讲一遍 我再讲一遍 没有两者兼得 我们又要复兴 然后我们又要坐享其成 舒舒服服 没有这回事 我们进入神的国 服侍神的国 必须经过很多的艰难 然后保罗他起来之后 他回到之前受逼迫的城去 兼顾门徒 这句话很重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他所回去做的那个事情 是一个中心来的 我们教会要做这个中心的工作 不是大众的工作 各位做重要的事 不是做多事 重要的事 你知道了所有整个教会的运作 所有整个教会的经济 所有整个教会的资源 就知道要怎么做这个重要的工作 明白吗 这就不会吵架了 为什么要用这个 为什么要用那个 不会吵架的 重要的工作不懂做 你什么都要吵 什么都要争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 连我跟各位说 我们教会 我讲一遍 神的道是最重要的 那么这个道的传讲 这个道去到哪里 我刚刚不久在基隆坡教会的时候 我讲这句话 当你们说神的道是最重要的 连你们要搬迁的东西 你们不用吵架 多人蒙恩的地方 教会就搬到那个地方去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多人听这个道的地方 有些弟兄姐妹说 牧师我们北部现在很多人 教会几时搬去北部 但是你不要忘记 东部也很多人 然后很多服侍的同工在东部 很多人连欧牧师 为什么教会整天在东部 几时搬到北部或西部 所以你要明白 对不对 服侍教会的人 也平均来讲 还是这样的时候 教会还是在选地方的时候 还是服侍的人 常来教会的人 这个东西 为中心 因为他们是把神的道带来 所以这个不是公平不公平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跟着云主火主走 如果有一天这个教会里面 四分之三的人都是在北部 服侍主的人在北部 我们就搬到北部 阿们 这个就是受圣灵的引导 连教会去到哪里 这个不是按一个人的喜悦 这是跟着主的道而走的事情 为什么牧师要到这个国家 不去那个国家 到这个国家 不去那个国家 因为那边有多猛恩的人 追求这道的人 所以你们明白吗 不是牧师喜欢去旅行 去这个国家去看看一下 不是这个东西 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 连这个道理都要想 怀疑什么吗 不需要的 我跟各位说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成熟的信徒 已经打过属灵的战争的信徒 就会明白的事情 我们跟着主的道走 跟着主的云竹火竹 约归 你们明白 这是旧约的原则 在新约的原则也是一样的东西 然后现在我们看 门徒回去 对不对 兼顾 使徒们回去 兼顾门徒 必须要守 各位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这句话我读的时候 我很有感动 我说他刚刚被师徒打起来 回去进城去 然后做了工作 又去特别 回来兼顾门徒 我明白一件事情 原来门徒是要被兼顾的 各位我再讲一遍 门徒也是主的羊 他们也是需要听到大目者的声音 他们才能前进的 各位门徒 有些人讲 门徒 门徒是赶死队 你叫他死 他就死 冲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从来没有给你们讲这种信息 因为这个不是门徒 这是疯子 我跟你们说 真正用福音来呼召 你要他死可以死 但是他要听 他要明白 明白之后 他要衡量那个价值 然后知道 这个值得 我愿意走这条路 这个叫门徒 没有听 你们愿意为耶稣是吗 我参加过聚会 那个牧者 有一个韩国牧师 有一次我去 在泰国的时候 带领五天的一群宣教师 告诉他们把这个道理讲的时候 福音的道理 每次讲完道 你们是愿意为基督死吗 因为有些要拆派去阿富汗尼斯坦 要去哪里回教国家 Arab 讲这个是没有意思的 每次刚刚讲完福音 就来这个奋心会 这不懂叫奋心还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削弱福音的东西 讲实话 因为神从来没有叫我们这样做 神教我们要牧养人 然后你呼召人 门徒愿意服侍主的时候 你兼顾他们 让他们认清他们所信的 他们信清楚了 他们绝对跟从到底 你们了解吗 不是那种赶死队的奋勇精神 你们了解 圣经从来没有讲赶死队 圣经讲军人的时候是什么 听命于谁 那个总司令 对不对 The commanding officer 所以当圣经讲军人 不是讲赶死队 一个军人听命于上司 那个带领他的 所以这是我们听命于主 但是主讲什么 我们一定要知道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清楚了 所以 人的奋勇是假的 不会久的 那些宣教师老实讲 都不懂到哪里去了 后来有一次在微信看几个 其实都没有 没有做什么 就回来了 所以我请问 这些东西是我们在教会界里面 就是人的东西来的 我要推翻所有人的东西 把福音 真的福音所带来的果子要带出来 福音的名证 福音的果子 是这些东西 然后第二 保罗劝门徒要横守所信的道 各位感谢主 横守所信的道 所以我们知道 神的道是门徒的心被兼顾的基础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用积极思想 正能量 心理学 来这样的兼顾门徒的 我们门徒 已经是生命 是已经有圣灵 愿意要顺服主的 但是他们要被主的道得着 从主的道知道是与非 真与假 有价值的 没有价值的 重要的 次要的 这些东西门徒清楚了 他们跟从道地的 如果是主的门徒 一定会跟从主的 但是 我这里很清楚讲一句话 要横守 这句话很重要 很多基督徒 他们对横守这个字不太了解 横守 你们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 你们心里的感觉是什么 英文字是什么 英文字是讲 Remain true Remain true 对不对 但是很多人 我们要横守主的道 我们心里面是先讲 我们要忍耐 我们要忍耐 但是 Remain true 不是忍耐的意思 当然也有忍耐的意思 但是 横守的意思就是要 横心守住那个真的 因为 当时间过去了 情况改变了 很多相对的事情来的时候 好像对的 错的 真的假的 分的不是这样清楚的 你们了解吗 所以为什么 原来这么纯正的福音 从使徒们传下来 但是下面的人慢慢信了 现在很多人 让我们福音简单一点了 我们就是这样的 就讲一个很简单的福音 大家信就好了 做一些节目 然后慢慢你就发现 他们没有横守主的 他们已经失去那个标准了 连那个真的 What is true 那个最重要的 他们失去了 你要横守 福音是很难的 你要横守一个真的东西 因为这个世界是一直在变 对不对 所以你们知道吗 现在有一句话说 The only constant is change 你们听过这句话 什么是绝对的 就只有变 变才是绝对的 变 变 变 但是圣经说 只有真也是绝对的 对不对 世界你不变你就死了 对不对 然后给你很多例子 你看那个Nokia没有变 完了 倒了 你看Samsung就起来了 Apple一直在变 适应 你看你不要变你就完蛋 这句话我跟你们说 用在世界的层面上 是没有错的 这是有一般歧视的 因为有时候在这个时代慢慢变通的时候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信息慢慢要放在网上 我们要怎样的接触人的方法也是不一样 对不对 这些有适应性的东西 它是真理性的东西 你们要清楚 没有变的 原则没有变的 道德水准 价值水准没有变的 这些东西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弄清楚之后 你要懂 原来保罗说 你们如果 你们要生存下去 我要走了 你们要生存 你们一定要横守所信的道 你们刚所信的 那个才是真正对的 但是等一下很快有人说 你要受隔离 你信了耶稣 你还要这个 你还要那个 很多要你热心的 很多律法主义的东西 很多神秘的东西也来 叫你宣告这个 什么 求这个 你要知道 你要横守所信的道 教会的软弱 是没有横守所信的道所带来的 然后 还有一句话 讲了这个之后 二人怎样 在教会中选立了长老 各位 所谓长老 就是教会的监督 这个告诉我们 主的工作 一定有教会 而一个教会 要生存 一定要有领导的监督 一个只有来到教会 要过团契生活 不愿意受有监督的带领 只是劝慰 他要来教教会过信仰生活 这样的人多起来 教会更麻烦 他们一定会成为教会的助力 不是主力 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要来开心 要来自由 我跟各位说 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自由了 但是当神说 你们一定要在一个群体之下 你们在一个教会之下 教会里面有牧师有章 有监督 有传道 有教导 有劝勉的 有归正的 然后指示 你服侍这个 你服侍那个 然后 然后大家看到说 对 我这么有时间 我有这样方面的恩赐 我应该服侍 对不对 不要了 牧师 明年 明年来 后年 永远是 我的时间表没有到 用什么时间 当牧师为你祷告 然后看到你这个恩赐 来教你的 所以以前 致命长老讲一句话 我们在我们的教会 有一个文化 当牧师叫你做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拒绝的 他并不是说我很强势 当我讲这句话 如果他拒绝的时候 他没有理由 他回家睡不着 你们听得懂吗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那是圣工 当你被选中 要做那个东西 你全力以赴 没有理由 I just want to relax pastor relax 哪里有这种 我也 OK I understand 我也不要讲 我不可以讲 你哪里讲 我不可以这样讲 这样的话 都不是被我凶到 对不对 我讲OK啦 brother enough ready OK OK 我这样讲的意思还不懂 你要牧师这样讲 所以 有时候牧师也笑跟你讲 但是其实 你自己要面对主 当你拒绝 牧师告诉你的 你最好有一百个理由 你最好有更好的理由 在神的面前有更好的理由 不然的话 你自己向主交代 有一些机会来 你拒绝 走了 不会再来的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教会纪律 教会里面的整个的治理方面 因为圣灵透过监督们做工的事 保罗知道 如果我走 大家都是羊 大家喜欢在一起 这样 OK Hallelujah 祝福你们 走了 没有监督完了 不到一个月 散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你们知道 为什么church leadership 这么重要 有些人不喜欢church leadership 这牧师 不是每个教会像你这样 我的牧师叫我做的东西 岂有此理的 还是什么 你跟他讲 你跟他讲 我跟你们说 人都有这个脑 有理可以讲的 有真理 真理 所以你看的那个真理里面 你觉得有某方面的一些东西 你很清楚知道 OK 这是神的美意 还有我的难处 真的很合理 懂真理的人 不会推翻你的 因为圣经也讲爱 也讲体恤 我讲的那些东西 我刚刚讲的东西是那些没有理由的 你们听得懂吗 其实要体贴自己的 其实我已经带教会到一个地步 也活到这把年级 虽然不是很老 但是大概你是要体贴自己的 还是你要顺服主的 是看得出来 这是看得出来的东西 这些这样讲了就够了 你们就会了解就是了 我们服侍主的人不是傻瓜 我们都懂的 但是我们用百般的忍耐来做主的工作 盼望弟兄姐妹会了解 愿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看 然后甚至他们讲了这个东西之后 监督的一个管理保护之下 感谢主 这样讲完了之后 使徒们怎样 他们精实祷告 就把他们 我很喜欢这句话 交付所信的主 感谢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信的不是保罗或巴拿巴 他们信的是主 只有主能够保守他们 只有主之后会怎样带领他们 知道他们需要受的那个炼净 那个成圣的过程 神会许可有一些难处 但是神也会保守他们 所以何等的迫切 做完了该做的 进食祷告 然后把他们交付什么 他们所信的主 所以这是我们做事工一定要讲 讲完了之后 有些道讲一次就够了 不用再讲 之后交托所信的主 大家信了 知道了 祂是谁 祂的公义 祂的原则 祂的慈爱 是什么 知道了 交托给祂 感谢主 主自己会做 所以每一个人在主面前负责 所以我可以跟你们说 教会真的是这样的 每一个人向主负责 然后最后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会看到 在后的在前 在前的在后 有这样的事情 因为公义的主呢 在教会里面做工 没有一个人能说 这个教会不能没有我 我跟我同工们讲很多次 是 No one is indispensable in this church 如果这个牧师不忠心 随便讲道 你们都会走的 我也应该走 对不对 如果这个牧师做的不公义 对不对 或者不正确的地方 但是人跟我讲的时候 我不愿意改 因为有自己的私心 迟早 人也会走的 迟早的 因为都会看得到的 你们知道吗 这是都会看得到的 但是如果 这个牧师讲的是对的 你不愿意顺服 你迟早在前的 你要在后 在后的要在前 这是绝对的一个原则 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要把人交付所信的主 你为什么说你讲这么重的话 因为真的在教会里面 问题不是人不聪明的问题 这是一个我们不能理解的 一个属灵的一些奥秘 在杀种子的时候 有一些人的生命 是好像会生出来 但是杀在经济里 长出来的时候 经济挤住它 被很多的思虑仇烦 贤财的迷惑 地上的事情挤住了 你在枪毙祂 你要付出 你要为主的国度 要为什么 祂不能看见就不能看见 你要放祂 你要等候祂 我并不是说淘汰 有一些人有一点这样 被这样 好像有一点淘汰的 忽然间觉得不可以 我已经来到这个地步 我不能放弃 然后祂被唤醒 感谢主 这就是会回转的人 有些人是越来越不愿意 越来越有苦毒 这样生出毒根的时候 那就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在改革教导里面 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神的主权 神是爱 但是神有主权 所以人不愿意跟从的时候 你不能说神你的主权是你没有给我恩典 不是 神给你机会 神给你五千两 给你两千两 给你一千两 你也不能说我只有一千两 我为什么没有给我五千两 神给你一千两 你一千两如果你做得好 上帝有一天会再多给你 一千两都没有的话 那就会只有在前的在后 在后的在前了 原则我先讲这个东西 但是原则里面绝对有爱 原则里面有等候 原则里面有愿意人回转 这是神的话 你们这个不是我讲的 这是圣经讲的 如果我们没有熟读圣经的话 我们就不能接受这样的话 但是如果你读了你就会知道 这是神的权威来的 这是神在教会里面的权威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面对那许多的艰难 那许多的艰难呢 各位看保罗与巴拿巴 我们一起再看这一处好吗 然后保罗与巴拿巴 二人就怎样 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 二十四节 二人经过匹西底 来到庞菲利亚 在别家讲了道 就下亚大利去 这个都是在小亚西亚的地方 一起读 从那里坐船 往安提亚去 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 蒙神之恩要办 现在所做之功 就是在这个地方 哪里 安提亚去 起初 各位首先我们先问 在保罗与巴拿巴他们遇到的那个艰难里面 他们先是怎么面对 各位其实他们是放胆 没有胆怯的面对 但是你要知道 胆量也不是乱来的 我一直强调 胆量一定有理由 胆量有原因的 你为了什么有胆量 你为了福音的缘故有胆量 所以你看保罗在第一个宣教旅行 在这个地方被逼迫 跑 那个地方犹太人 跑 路士德 对不对 路士德去的时候 人来了 不跑 工作还没有做完 既有吃力 大家拿势头打他 他就站在那边被打死了 打死了 脱出城外 又起来 跑不好 不但没有跑 又回去哪里 又回去城里 所以各位 你不要以为 逃就是没有胆量 有胆量有时候也要逃的 你们了解吗 有胆量的逃 有胆量的流 有胆量的被打了再回去 明白吗 所以胆量是一个相对的东西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个理由是为福音的缘故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对福音的事情上 还不够忠心 不够单一的时候 你不能明白 为什么那个人这么做 有时候那个做 那个做 你不了解的 但是里面有一个忠心的原因 为了福音的缘故 你们知道吗 这是圣经里面 这么清楚的 把保罗服侍的那个动机 心态讲出来 不是单单只有他呼风 唤月 有胆量 不是 他的胆量在哪里 原来 那个anchor the anchor point of his courage 对不对 是那个gospel 那个福音 门徒 要得着神 要得着的人 所以我们做主的事工的时候 我们为主放胆 不要犹柔寡断 想一些东西这么多顾忌 做事的时候没有国效 把全部的东西就是散漫 我们很清楚 为福音中心点在哪里 然后有公义 有慈爱 有原则 然后走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福事主教会前进里面最重要的事情 为福音的缘故 OK 为福音的缘故 不是犯罪 你们明白 为福音的缘故的意思里面 也有在乎神的荣耀 你有在乎神的荣耀 但是为福音的缘故 有时候你的关系要放下来 你自己的偏见要放下来 为福音的缘故 你要一直问什么叫为福音的缘故 连你的受伤你要放下来 因为我的受伤没有大过福音 我不能赢我的受伤 来 我不要服事 那这就是说 你比福音还大 你明白吗 所以我跟各位说 你也要受伤 你要离开教会 你要离开教会的理由 因为我受伤 我受伤我不能 因为你已经比福音还大了 所以你离开一个能够教导你福音的教会 你说 现在这个教会已经没有讲福音了 我要走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还要问自己 真的吗 还是因为你的受伤 我跟你们说 我在带领教会这么多次 我看人其实自己的理由想一大堆的 其实真正你来到主前 你可以有无愧的良心 无畏的信心面对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只有你知道跟主知道 只有这个知道 这是第一 第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把巴拿巴 就是 怎样 与巴拿巴两个人 他们看重什么 众人所托 蒙神之恩所要办的事 对不对 所以他们回去的时候 王起初拆派他们的教会 但是还是随走随传 随走随传回去 但是这里要讲的一句很重要的话 保罗跟巴拿巴 他们是守信的人 守信的人 因为当初 神拆派我们 接着众人拆派我们 安守在我们身上 我们一定要把福音传到外邦去 然后他们一走的时候 神用神迹奇事随着 他们一传的时候 很多人信 这个就是什么 他们蒙神之恩 蒙神之恩 然后这样去传的时候 很多逼迫 但是也很多人信 他们说 我们一定要办成 人和神托我们的事 你们了解吗 这个意思 所以他们这样回去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服侍主的事上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我们因为自己私人的意思 我们忘记人所托付 我们也忘记蒙神之恩的事 我们教会 从一个很小的教会开始 这个教会五十个人的时候 我们就去宣教 其实我们教会的增长 是因为宣教施工带来的 当本地没有一间教会 也愿意跟我们教会一起联合的时候 反而国外的教会 很多的教会 他们从网络上 从各方面 他们听到我们的信息的时候 很奇妙 然后他们从外面的消息进来 回到新加坡 所以很多现在 在新加坡的人才听到 然后更重要是 因为COVID的原因 对不对 所以我们当中来的人 三分之二的人 都是在网络上 因为那个COVID 听到我们的信息 这样来的 这是神给我们的难处 给我们的苦难 给我们的艰难 但是也是神复兴我们的管道来 阿们 然后现在这个COVID已经过了 对不对 我上个礼拜跟同工们说 我跟长老开始 我们为着整个宣教工作祷告 明年开始 可能有一些主日 我们就想说 我们应该想说 我们怎样的 一些主日过后 可能我们需要到马来西亚 吉隆坡 槟城 楼佛那个地方 带领他们的聚会 他们的崇拜 然后呢 provide他们那个leadership 那个领导 其实呢 这是需要做的 我们是live church and one and missions 对不对 我们起初受人所托 蒙生的恩惠 就是这样来的 连上个礼拜 很多弟兄姐妹很多话 对不对 牧师讲我们可能要停止这个 我只是停止主日的直播 我没有停止其他的直播 我想的这个东西 其实我也是想了很久 我也知道各位所讲的 我们教会可能百分之五十人 觉得不要 牧师你没有做 人家也不会听的 对不对 人家也会 可能我应该有一个信息 要讲这个东西 但是我跟你们讲 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虽然上个礼拜的主题是 不要参与别人的罪 我怕你参与你的罪 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 当我们说没有教会的时候 真的没有教会吗 有时候我在中国的同工 我说你们真的没有教会 你们真的没有教会 你们一定要在网络上直播做崇拜 我讲的是崇拜 其他的聚会都有直播 但是这个主日是神吩咐我们的 如果你没有人跟你在一起 如果你在比如说 你在广西这个地方 或者说你在天津这个小镇 我把你跟另外一个小镇人在微信上 你们常听朱牧师的信息的 连在一起 两个人 一个两个人一起来唱诗 一个读经 一个祷告 然后开上周的信息 听 听完两个人祷告 奉主的名结束崇拜 各位好不好 这个就是教会了 阿们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大家在家里面直播 直播 一个人这样 一直这样做 主的教会不会兴盛 我跟你们讲 我们在基督证明堂所听的所有的信息 如果我们没有活出来 我们一直体贴自己的原因 自己的难处 自己什么 我跟你们说 不会成长的 你听到一个地步 你麻木 因为你没有做 你没有顺服 当你听了这么荣耀的信息 你没有顺服的时候 越听越麻木 那个道没有力量的 你们知道 不活出来的道就是死的道 死的道 虽然是神活的道 但是在那个人心中死了 因为他没有活出来 所以为什么我要 我们主日一定要强逼所有的人 无论怎样圣徒相通 就算两个人也好 你无论怎样找另外一个人 我这里的教会 我全部假的 异端的 死的 什么的 OK 但是一定有人 有另外 上帝把你放在那个地方 一定有另外一个靠近你的地区的人 是跟你领受一样信息的 你找他 我们基督生命堂最后 我有一个 当我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有一个意象 我说 所以到处去全世界去都有教会 但是那个教会就是两三个人开始的 你们听得懂吗 但是如果直播一直放的时候 主日直播一直放的时候 绝对不能打成这个国效的 到最后 害处比好处更多 其他的 你不放他 我要找别的教会的直播去听 让他去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属于这个道的 你们明白吗 如果只是为了这样 要听我们的直播 他根本不是属于这个祭坛之下的 让他去 这个是我从马来西亚讲完十篇 八篇 九篇道 讲完之后 圣灵才感动我 因为有一天我起来 那天早上讲完道起来 我跟师母讲 我们今天来马来西亚是为了教会而来 然后这次的主题是 让教会再次兴盛起来 然后我们回去之后继续放直播 然后没有人去教会 我讲这个就不对了 这个跟我们这次的主题 神给我们的强调已经不对了 所以那时候我心里面就开始琢磨这件事情 不管现在什么灵恩派放 这个什么派放 那个什么派放 那是他们的事 他们自己向主交代 但是只要再听了基督生命堂的信息 这三年 三年 所以我年底 我到明年 我给时间到年底 这三年里面 该杀的王已经杀了 然后到最后 就是主自己的工作 主自己得着属于祂的人 然后我们 跟众教会 有这样的尊敬 有这样的很 对他们的一个很正直的心 我们绝对不放置 这是给众教会的一个信息 大家看 所以你们听明白了吗 我们想教会的事情 你们绝对要记得 不只是基督生命堂 是主的众教会 主的所有的子民 他们真的尊主的道 为大 这样的一个 才是我们服侍的一个要取得的国效 所以最后我说 我们受人所托付的 盟主的恩所做的 我们要继续做 办成这事 把福音传到地底 你看 如果牧师一出远门 我一宣教的时候 我带回来的恩典是多么多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两个礼拜的信息 你们有没有问过牧师去了哪里 去了宣教 我去了宣教 看到了现场 看到了别国的信徒 跟我们一个信息这样领受的 我才有感动的 如果我一直面对大家的时候 我很难 对不对 但是我自己本身是 新加坡基督生命堂的牧师 我一定不会忽略本会 把本会做好 但是之后我有一个使命 我一定要明年开始 然后为着整个宣教工作 正式的一个祷告 愿牧师可以得到所有领袖们 所有弟兄姐妹的一个支持 也祷告 阿们 这样我们教会 真的成为一个安提亚教会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祢今天 祢给我们的话语 也使我们很清楚知道 主托付我们的事情是什么 一间祢所喜悦的教会 是守信的教会 他们守住祢的道 祢的真理 也守住主给祂的使命 愿我们基督生命堂 所有的弟兄姐妹 都能够遵照主的话 在我们所听了祢的道之后 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应当 怎么信从 也实际上怎么顺服 求主祝福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 祝福所有的同工 让我们能够在灵性上更长一致 我们感谢主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